那么目前关于灵魂学说 因为我们要研究死后是怎么回事 一定非得碰触这个灵魂体系 那么这个灵魂学说 我们今天很客观的来讲 那么怎么去断定灵魂是存在的 还是不存在的 2013年所有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共识 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中学通识 就是我们叫常识 中学生现在在学的 学什么呢 学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中 这个世界里面有96%的存在 我们是不能够把它引现出来的 但是真实存在 也就认知了我们这个世界 4%的才是物质世界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一气可测 包括这个细菌 大家现在被这个小小的细菌 冠病搞得是晕头 转脑的 能看见吗 看不见 非得要仪器去检测它 才能看得见 那么包括这些仪器检测的微生物 细菌 包括巨型的星系 那么这些仪器可测的部分 只占4% 叫物质世界的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巨大的 96%这样一个比例 巨大的比例 真实存在 记住科学家已经告诉你了 这是真实的存在 不是不存在 不要再讨论说存在还是不存在 真实存在 但是一气不可测 不能使它引现 所以是不能引现的部分 科学家就命名为暗物质 物质是可以引现的 不能引现的就暗物质 暗物质世界真实存在 占96% 里面有暗物质 暗能量 暗空间 那么我们生活在 4%的世界里面 有人有蚂蚁 有动物 有植物 那96%的世界里面 那星什么都没有吗 暗物质世界什么都没有吗 它既然有暗物质 有暗能量 有没有暗物质组合的生命体 那就不用问了 我们4%的世界里有各种生命体 那其中也有各种生命体 那古人叫它什么 叫六道众生 就是有天道 阿修罗道 人鬼道 人道这是属于物质界的 人鬼道 动物仙道 动物它死了以后 有一些会修炼 蛇啊 甲鱼 叫动物仙道 还有动物鬼道 那么还有什么 恶鬼道 恶鬼道有两种恶鬼 一种是饥饿的恶鬼道 一种是凶恶的恶鬼道 那么还有什么 地狱道 那么这些都是一切不可测 但是圣者言说 所有我们人类文明 有史以来的圣者 都说有六道轮回 记住 所以释迦牟尼在经中讲 你不承认有六道 你不承认有众生生 你不承认有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你不承认因果 你就不是人间正道 你哪怕不想成仙 不想出六道轮回的 走解脱 出六道的出离心 那么 你不想成菩萨 你想成为一个人 你都不是一个正经人 正经人一定要相信 有六道 有过去 现在 未来是 有因果 这是正经人 为什么 你行使在正道上面 正因为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才有诸恶不作 众善奉行 如果你要出离 这个六道 你要自尽其义 光众善奉行还不行 众善奉行 你才将来去人道 或者天道 再投生 去享福去了 那你如果是要出离 六道轮回 你非得自尽其义 修圣道 走解脱道 就是出离六道轮回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的时代进步了 就是苟日心日日心 咱们的年龄都差不多 我们这一代是落后的知识 你的大脑中装的软件 我们什么时间上的书呢 对不对 我六六年 十岁的时候 我七六年 你们自己按这个年龄 去算就行了 你学的知识 是哪一年的知识 是七十年代的 八十年代的 九十年代的 现在是2020年 我们的是落伍的知识 落伍的软件 我们有没有download upgrade 然后新的软件 新的知识 这很重要 一个新时代 我们无论年龄多大 你跟上一个新时代的步伐 你必须是拥有新知识 你不能够老停留在 我们六七十年代 所学到的那些理论 那么新知识 2013年刚才讲 已经承认暗无止世界的存在 这个我们在学习 古代圣贤教育的时候 师父把它命名为 隐态世界 显态世界 是我们的一气可测 眼睛可见的世界 向我们人类显现的世界 隐态世界 是隐藏着的世界 所以刚好跟 暗物质世界 可以画等号 因为它不向我们显现 叫隐态世界 那么你才知道 人类文明史以来 这些圣贤教育 是全面的教育 是全人的教育 全面的教育是 一百分的教育 不是四分的教育 但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大家几乎是 只学会了四分的教育 四分里面 你还不能得一百分 你想 你才学了人类知识的 冰山一角 很小 很少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学习 证明大家开始反思 你们是人类中的精华 为什么 那些不怕死 不管生死大事的人 他不要学习 这么昏昏欧欧的活着 死了拉倒 那么虽然科学界认可了 隐太世界的存在 暗物质世界的存在 那么 到底有没有鬼神 死后 到底有没有灵魂转世 我说有 你不会相信 我也不要求你说 因为老师说有 所以你就相信 你不需要相信 那么我们用思维修 就是逻辑思维 我们在座的很多 都是高级百灵 你们不笨 所以是你会用大脑 那你就用大脑 去做一个思辨 这个叫逻辑思辨 智慧抉择 那么我们死后 死后有灵魂吗 还是没有灵魂 只有两种可能性 没有第三种可能性 两种可能性 就是一种是 有灵魂转世 一种是 没有灵魂转世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还没死 老师也没死 死了就知道了 死了真的就知道了 你死了你还活着 你还有个中阴身 那你能怎么说 还没有啊 对不对 死了你就知道了 但是现在我们没死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是智慧者 我们有头脑 所以我们要词变 两种可能 一种是有 一种是没有 好 你们都是高级白领 你们做任何事情 讲一个什么 计划性 我计划一下明天做什么 我计划一下下个月做什么 我计划一下明年做什么 十年后 五年后 十年后 做什么 是不是 讲一个计划性 你死后的计划安排了没有 你以为只是一个 死了就了事了 我们因为有明天 昨天 今天 明天 有今天 明天 后天 那么有明年 有五年后 有十年后 所以我们在安排着这些事情 在计划着这些事情 等到你死的那一天 你以为就结束了 你现在所有的计划的这些东西 源自于哪里 源自你的心理作用 对不对 你的思维 我们叫深口意 你的意念 你用意念规划 因为明天还没有来 你不再做明天的事 明天才做明天的事 明年才做明年的事 所以这个叫心相续 就是你明天要做的事 是今天心的相续 一个连续不断 延续 这个叫心相续 那么你们知道你们做梦的时候 人躺在那儿 心也有一个相续 科学家很多都是在做梦的时候 把那些公式 把那些定律给发明出来了 为什么 他就心相续 醒着的时候在搞那个眼散 搞计算 你们也是 这个 醒着的时候在算钱 然后睡着觉还在算钱 不是吗 然后这 一想 哎呀我终于赚到一百万了 结果一醒是做了一场梦 对吧 这不都是一个心相续吗 梦里也是你的心相续 死后的心相续 就是你死后会完成 你活着没有完成的事情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